哦 所以這邊就是有點像是後繼了 是是 作者小屋 呃 否 呃 所以我也要在這個 要把所有的東西都看完 是是 貓科先生 哦 感謝你玩次遊戲啊 代替作者 您 您 嗯 在此向你道歉 接潛入的人是 伊桑 這一次也是恐怖的AD病啊 只是因為作者喜歡恐怖 至於作者於製作遊戲之前已經訂好作品的題材 雖然不打算說出讓你知道 正如作者自由創作一樣 玩家有自由遊玩的權利 感受到什麼 有什麼感想 沙發都是遊玩過後的自由 的遊戲沒有正確的答案 老實說 作者的牢騷我沒有興趣啦 金石家如果妳能提 妳能與本作感到的趣味 那已經很幸福啊 啊 好棒喔 呃 早上好 嗯 現在是我啊 還是晚啊 媽 怎樣都好 可是 能遺見她實在是太好了啊 啊哈 可喜可惡的感覺 啊哈 我要看別的故事 直到壞掉為止 好可愛喔 這個妹子 該不會是下一座的女主招之類的 我 很醜陋吧 少女因為一直責怪自己 所以逐漸變得醜陋 哦 哼 少女也是因為太後悔了自責 所以看到她的姿態是醜又無比的樣子 哦 這樣讓阿許想到一個作品 也是一部直劇叫做主薰的太陽 她裡面的很多就是 做 呃 死後的那個 妝 就是她的造型 跟有可能就是 後來就是 平復事件後原本 恢復的那個樣子 的那種落差的感覺吧 哇哦 什麼 有什麼想說的嗎 少女的爸爸與少女的媽媽去世之後人格改變喔 因為一隻貓令媽媽死了 所以令少女的爸爸非常討厭動物 而且討厭喜歡動物的少女 變成醜醜泥 少年心中所看到少女的爸爸是這個樣子的呢 打他 哦 無論發生任何事 都不應該殺人 說這種話的人 說是與世界沒有任何關係的人 本來是朋友的人們 都指著 指著少 垂直的少年 這麼說 少年即使千瘡百孔也只能繼續的逃下去 趕走了異常之後 他們滿足的回到自己原來的地方 哦 我覺得 這樣的話講的還蠻對的耶 就是你明明也不是當事人 你完全都不是主事者 雖然啊 你說殺人這件事是不對的 好 可是 那像少年 少女的爸爸 憑什麼平常就是這樣虐待他 打他 我覺得這已經是 所有的東西累積到一個極致極致 最嚴重 不好的後果 有可能發生的事喔 對 這真的沒有所謂的對錯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很多事就是看自己心中的那把死去定恨喔 別人的事 你說再多 你也不會活得比較好 別人的人生 你怎麼活 都不是自己的 只要把自己的人生活好 你的人生才會是淺精彩的 阿橘只能這樣講啊 對啊 什麼 你問我是誰 他是班中 班中的班華 無論如何都想要成為第一 因為周圍的人這樣培養他 所以今後他也要成為第一 所以就扭曲了對不對 什麼 你問我是誰 對啊 他就是有點像 傲傲性的少女嗎 是嗎 你選擇這個未來嗎 少年的爸爸 終究少年的意志是拼命考慮少年真正想做事的好爸爸 不否認一切 不肯定一切 即使發生什麼事也好 都只會守護他 或許只是因為 恐怕 因為自己的話會令少年 情擦 踏錯也說不定 摩沙發放太近了 嗯 所以 我說過 不要再與那孩子見面了 少年的媽媽生愛少年 害怕少年受到的傷害 因此 即使他人 遇到了不幸 都被迫 嗯 被迫遇到不幸也好 都當做看不到 擔心自己的兒子 是理所當然的事 哦哼 不需要的東西放進了垃圾桶 不捨棄的話 會塞滿了內心 內心壞掉呢 哇哦 連這種小東西 都有介紹是不是 嗯 窗戶的話沒有 然後 嗯 等一下 你不要 走來走去的啦 純麥的小貓的屍體 吊在少女所死的地方 少女的家 學校的課室 儲物櫃之中 吊在少女的心所死亡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 借貸的東西 等一下哦 我按錯哦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嗯 被殺死的小狗 因保護少女而被踢死了 天啊 被殺死的小貓 因小保護少女而被把洛爾圍波羅 不 你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不要再跑了 等一下 欸 我是 我是老傻 雖然少和小都很強 可是我是老傻 老傻們在想傳言 開始討厭自己成為傳言的中心人 啊 為了不被吃掉 為了不被朋友排斥 今天都記載著 記載一起收著傳言 就是 隱身那種 說閒話的人嘛 你這傢伙 就是愛鬧事啊 就是你 你們這些 人云亦云 惹事生悲的傢伙 去死啊 哈哈 本作的主角 雖然有名字 但與本作品沒有公開 雖然首字母曾經出現於 學校的黑板之上 名字的首字母為S 呃 少年的父母 頗為富裕 而且擅長運動 在學校的成績也不錯 少年毫不理解 少女所處 身處的環境 從未被父母討厭 沒有被打過的少年 毫不理解 為何少女的父親 為何要倒自己的親生女兒 沒事的 有我 只有我會救你 他認為 能拯救少女的只有他 自身抱有優優感 得到一樣東西之後 想要的東西 逐漸增加 這般扭曲少年的心 逐漸變成對純白少女的愛 天啊 其實男主角 也是有點稍微的怪怪的 他是S 控制型的S吧 或許 成為恐怖精神的機會 本作的少 本作品的女主角 雖然有名字 但於本作品中 沒有被公開 名字的首字母 曾經出現在 學校的黑板之上 名字的首字母為A 少女是純白 未曾經被弄髒過的 純白傷害了無數的人 正因為純白 令少女自己也受到了傷害 身體被折戰的小狗 只祈求少女的笑容 被消失的小貓 只祈求向少女 傷害少女的人復仇 討拔 當我感覺辛苦 痛苦 傷心 束手無臭的時候 我都會對自己 我都會這樣對自己說 然後閉上了雙眼 所以這樣就是算結束了是不是 革散裡面一定有什麼的存在 是善還是惡 就只有革散才知道 哇連這個都有 所以 呃 就這樣了嗎 差不多 好像就是這樣了對不對 這個喵喵喵喵喵喵喵 玩到最後還是 非常的開心喔 所以在這邊就結束囉 逃 天啊 好棒喔 這款遊戲 如果就看遊戲的作者 在做的所有作品 阿曲之後 如果OK的話 應該都可以追了吧 可是 主要還是看漢華族啊 對啊 阿曲的日文程度不好 不過 或許之後的考慮方向 就是看能不能真 驚自己 像說 Happy End的那樣子 呃 慢慢慢慢的 接觸更多的日文的遊戲 對 像是雖然點能服之前那樣 其實也沒有翻譯就是 玩玩 那 其實 遊戲就是這樣 不是太射箭 或許 因為 阿曲一直玩的還蠻多RPG遊戲 都是有可能是重劇情的 所以 有可能 語言上的太大落差會 看不太懂 不過 還是稍稍的可以去理解 然後玩 然後 如果更喜歡的話 進而提升到自己的日文能力 好像也不錯嘛 對啊 就像之前 玉都事變 其實阿曲也是玩過日文版本的 所以當初就已經覺得非常的可愛喔 對 其實他漢話 好啦 之前錄絲吧欸 一直還沒有要開錄 那 今天這款遊戲就在這邊正式的結束喔 天啊 好棒喔 又是一款玩到好遊戲 然後很開心很開心的情緒 那 今天的實況就到這邊了 那 這個系列在這邊正式的結束 那 一樣 如果收到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可以訂閱我 或者是點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一個系列再見喔 See you 掰掰 掰掰 拜拜